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我們這集和大家看個新聞資訊 這個資訊就是講大陸的牛市,有專家講到,說2024年中國大多數的房企將會消失 到底是怎樣一個消失方法呢?我們一齊看看 中國的經濟學家任澤平提出今年中國樓市的10項預測 他提到中國樓市的大開發時代已經落幕,是進入庫存屋主導時代 而今年房地產行業的洗牌將會是大勢所趨,大部分房企將會消失,或者是拼購重組 而根據大陸媒體報導,任澤平原來他的文章在17號已經是自己微信公眾號 澤平宏觀上發表過 他認為今年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大開發時代落幕進入庫存屋主導時代 主要是20至50歲主力買屋人群的長周期拐點 即轉折出現,成真化率已經去到66% 人均住房面積是超過34平方公尺 樓市呈現長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的勢態 他預測今年中國的土地財政將會面臨轉型 土地的財政佔地方財力一半,地方債務問題將會突出 如果要化解的話,就要推動向稅收財政和股權財政轉型 任澤平同時提到,中國樓市現在面臨調整分化 調整就是要消化之前的高樓價高庫存高槓桿 而分化的部分就是人口流用流出的城市 這些市場將會明顯分化 同時提到樓市能不能軟著陸很大程度上 影響中國經濟增幅換檔能不能順利 這裏是關係著幾千萬人的就業 幾十個上下有的產業鏈和比重超過三分一的金融信貸安全 未來兩三年很關鍵,不可以大意 全球經濟市表明,房地產是經濟周期之母 十次危機,九次與地產有關 他分析未來兩到三年很關鍵 如果兩到三年很關鍵的話,是不是可以理解成 一年熬過兩到三年之後想去變好呢? 還是熬到一年兩年慢慢變好,兩到三年慢慢變好 還是熬過了才變好呢? 分別很大,如果熬過了才變好的話 周期其實幾長的,對我們一般人來說 但如果是二到三年中間慢慢一直響好的話 即是說現在是復甦當中 兩個有個分別的,大家都要了解一下 任澤平預估,放鬆限購、限貸、限價等等限制性措施 是大勢所趨,這些都是先前房市過熱時期推出的緊縮措施 但你都要知道,放鬆限購、限貸、限價,放鬆這些措施 如果樓市向上,你不要忘記,中國是強調一件事 仿住不炒,就算出了鬆綁政策 他的中心思想仍然都是這件事,這個是中央定出來的 你如果一下子是這樣切走的話,炒回去樓 這件事未必是現在的中央想見到 之後只不過是不停做一個死循環 他提到,說現在的形勢變了 中國樓市由防過熱轉向防過冷 應該是要加速取消限制性措施 去促進房地產市場軟著陸 他提到,說今年中國房地產行業洗牌一定是大勢所趨 大部分房企將會消失,或者拼購重組 加大力度去支持這些優質房企重組行業 重要、優勝、劣態,他說這一個 是所有行業發展到成熟階段的必然經歷 而他預測,房地產銷售和投資,未來2-3年會見底 未來樓市主要支撐將會來自城鎮化、改善性需求、城市更新 和保障房的需求,他最後講的其實已經很中肯 因為未來,不要說2-3年,未來10年,肯定都是城鎮化的 因為出生率問題是2-3線城市 他們的人肯定是去一線城市找工作找機會 變成那裏會非常之旺,人口密度其實不會怎樣變 反而就是3-4線城市這些城市人口密度會越來越低 改善性需求,其實講的就是換樓那些人 城市更新,講的也是拆遷,拆遷部分現在是用房票的 這個是幫助房地產市場的一個政策 保障房已經不用說了,看他氣到幾多 他就說未來2-3年,樓市可能會見底 但是見底之前會有好多房企消失 那到底這些消失了房企,合併完之後變成巨無霸 會不會重蹈以前的覆轍呢? 我們拭目以待看看之後如何發展 好了,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 有什麼想講,下面留言,我們下集再見,拜拜! 拜拜!